在老祖宗看来 一个好的居住条件 是能够给户主带来好运势的 因此很多人在布置家里时 总会对部分家具摆件等物件 败摆放的位置尤为讲究 有的甚至还会花钱让人帮忙 尤其是有钱的人家 其中民间流传的 进门见六五 家安人也富 也是基此流传下来的 意思就是进家门能看到这六种东西 家庭安康 家里人也会富裕 那六五指的是什么呢 第一种 绿植 老祖宗觉得 绿植是有生命的 代表着生机和活力 而且有的绿植寓意也不错 比如富贵主 发财术等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部分绿植还能净化空气 一些还有趣闻 安眠 提身等作用 即使单是作为观赏植物摆放家中 也能让人心情舒畅 第二种 隐蔽墙或玄关 玄关也称为门厅 指的也是家门到客厅之间的转折空间 而隐蔽墙指的是正对着大门 做一处屏障及装饰的墙壁 这其实也可以是从门口到客厅 堂屋和院子的一段转折的空间 在老祖宗看来 如果大门或屋门直对屋内 可能会影响运势 而在门口设置 玄关或隐蔽遮挡的话 就能避免 当然这样的说法 其实并没有科学依据来支撑 不过生活中 其实很多人在设置房屋布局时 也都会设置隐蔽墙或玄关 使屋外与屋内有缓冲空间 不让人能从门口直接看到整个房屋的布局 因为在我国传统建筑中 旧有藏的概念 以防有外人在经过家门时 看到屋里有值钱的东西 故而心生歹念 人们设置隐蔽墙和隐蔽墙 也是出于这点考虑 第三种 葫芦 葫芦度大口小 在老祖宗看来具有不错的内气效果 而且它还寓意着葫芦 放在家门口位置的话 就是葫芦道的意思 这种说法相对迷信 并无科学道理 但单从装饰品上看 将其摆放在家里还是挺好看的 第四种 中国节 开门见红是不少人所推崇的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 红色一直都有吉祥之意 因此很多人喜欢在玄关处 放置红色的装饰 屏风以及字画的 而中国节一般为红色 而中国节不仅为红 也有团结和谐之意 所以老祖宗觉得 一一进门看到中国节是好的 第五种 画 随着人们越来越著重生活品位 越来越多的家庭 也都会有在进门处的墙壁上挂画的习惯 如果进门见到一幅精美雅致的书画作品 一来能缓和进门后的仓促感 二来也可以彰显屋主的品质涵养 不过所挂的话也有讲究 老祖宗觉得血腥 既然一些奇怪的话 不能挂在一进门就能看到的地方 最好还是选择福禄寿三星图 或者富贵牡丹图 以及有鹿的图画 因为鹿和鹿为谐音 寓意均不错 第六种 鱼缸 老祖宗觉得 鱼缸有水 而水为财 鱼缸是有招财的寓意 若是再放上几条鱼 可就是国人所推崇的年年有鱼 当然这也偏向于迷信的说法 但所谓难养于女养花 对于部分想要养宠 但又不想太麻烦的人来说 在家里弄一个鱼缸 养几条观赏鱼也是不错的 这既是爱好 也能陶野情操 总的来说 禁门见有六五 家安人也富 其实更多的都是带有迷信说法 但从某种程度上看 这话主要强调的是家庭环境 和对家主人的心理影响 因此也完全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来 毕竟只有家主人的心情好了 一切才有商量的余地 对此大家觉得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